好 我们从偷偷提前给您放的航拍画面里 回到本次试车 其实有关于全新一代G的宏观及微观的很多细节 我在之前的韩路士G63的节目里面已经仔细的聊过了 大家在老司机APP里面搜韩路士架G63 就能找到这个视频 有关于这个视频里面提到的东西 在本文都不再赘述了 您可以先看一下上次的节目 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单独聊一下 此次游记中国的特别感受 及一些之前没有提到的部分 这次隔禁神山的长途穿越 我总结成了四个大象 我注意给大家聊一下 第一个大象就是先说选配 因为G500是可以进行详细的选配的 这些详细的选配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比如说它的尊贵内饰加8.3万 各种顶棚的阿根塔罗 包括一些银面板的出风口之类的 还是挺有必要的 整车的皮质 包括座椅变成了大帕 有一个很长足的进步 所以说尊贵版的8.3万的内饰 如果您单独选是值得的 同时智享套装 带有360环式职能博车及氛围灯 这个需要加2.42万 也还说得过去这个功能 其实360环式跟氛围灯是最有用的 第三个是智享套装 夜色组件及AMG的运动组件 这个里面我现在不太明白 它现在原车的排气管是不是属于AMG的套件里 因为它的原车排气管的声音真的是非常好听 我们这场开的G500 我问了一下 就算是运动套件里不包含排气管 但是它原厂的排气管的声音也是非常好听的 所以我觉得智商套装夜色组件及AMG组件 如果您费用比较紧张的话可以不用考虑 OK继续往下看 自身减震非常有必要 并且这是后期没法改装的2.2万是值得选装的 最后一项是几何多光束大灯 这个真的是非常必要的一个设备 1.9万选装 首先就是你不选装的话 它外环是不亮的 选装之后整环就都亮了 这个灯就平加的宝马了 再有一个在你灯光不够亮的情况下 它会直接变成远光 同时对向来车的话 它会通过多头的LED把对方给流出来 变成一个阴影 这样的话对方就不会感觉到谎眼 但是其他的位置都是亮了 包括几何多光束 可以单独的把一些指示牌够亮